张卡宗的声量加民调 现在都是居于领先地位 对 如果单纯啊 来说明两个调查 一个是T台的 T台那个调查 先前大家都讨论过 那个基本上我请教 很多国民党的朋友 他们认为那很接近真实的状况 因为是从党员名册 而且是打手机 所以这份民调很贵 因为我们都是 如果一般民调 基本上是打户中抽样 是打家里的室内电话 那可能会有点失真 比如年纪人不在家 但不管他直接找到 党员的联系方式嘛 所以他并不是针对晃哥或是我 因为我接到跟晃哥一样 可能都是唯一支持张阿宗嘛 他是为了避免这种 闹场的效应 所以那个T台的调查 民调是很接近事实的 另外一个更被放大是什么 就是网络声量 我想从那个政策发表 电视政策发表会以来 一连串的争议啊 我们可以发现啊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张亚中 讨论度最高 不论你想不想去啊 面对国民党主席的这个选举 所有的政论性题目 跟媒体跟舆论 不论他是青中的 青绿的 青红的 都有张亚中的新闻 而且呢张亚中经缠脱壳 非常聪明 从本票的争议之中呢 一溜烟脚底抹油不见了 变成是党考计会呢 好像呢的牺牲者 他变成政治迫害者了 所以他更振振有词 各位可以发现啊 后面三个人加起来的啊 不到张亚中的啊 一个人的身世 张亚中63% 朱立伦29% 江启臣真的非常危险 讨论度跟声量 完全快被边缘化 这也可能意味是啊 情绪上跟心理上的 一种气宝效应 反正呢江启臣跟朱立伦呢 基本上江启臣 已经快没希望 因为被边缘化了 那么呢可能呢 朱正寅也在操作 所谓的气宝 我这边透露一个秘形 昨天呢 我跟两个阵营的幕僚 都有私下通过电话 那我就问两个阵营的幕僚说啊 有没有可能江启臣退选 因为昨天有一度传出来说 什么声明书都写好了啊 他们跟我讲的答案都一样 事情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了 江启臣基本上也必须啊 硬得头皮选下去了 或者是说呢我听得更难过 我就不要说是哪个阵营的人说的 他说啊以选举的氛围来看的话 江启臣宁可让张亚中当选啊 都不要让朱立伦当选 所以你要想想看啊 外界在运作的气宝 或者是呢大家所担心的张亚中 那可能是我们旁观者 跟局外人的观察 人家正在入戏的人 正在参与啊锦标赛的人 可是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啊 有关于做民调的事情 最近也都废贝洋洋 江启臣也是要告诉大家说呢 党中央不可能的做民调 因为要维护党务中立 他现在一定要这样讲 因为之前考忌讳 大家想李乾隆是谁的人 对不对 或是呢那个主发会 李哲华又是谁的人 所以江启臣一定要小心翼翼哦 他一定要强调说我在请假中 而且一定要维持党务中立 简单来讲他也是当事人 如果江启臣没有选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这些问题嘛 所以说不可能做党内选举民调 相关民调的内容 单位都应该公布清楚 否则呢会被人家以为是在操作 他在讲的是什么 他在讲的就是踢台民调嘛 踢台民调内行人都知道 理论上应该是朱振英的人做的啦 你才有那样的条件跟能力 去拿到这么多嘛 你看江启臣没有去攻击张亚中哦 这件事情说哎呀那个民调干什么 他在讲的就是踢台民调 就我们来看一下 张亚中报喜跟红秀柱的卡张救助的 类目是什么 有人说呢考卷啊 朱立伦透过呢红秀柱交出去了 老购跟北京虽不满意啊 但是勉强可以接受啦 比起江启臣 江启臣呢基本上没有收到贺电 朱立伦当主席的时候 还有收到贺电耶 再加上呢这个考卷呢据说据这个进传媒的报道啦 是照马英九前朝时期 陆委会重要的官员用消息法 大概就知道那几位嘛 所以呢由这位政务前政务官来抄刀 最能够呢体现什么 九二共事云之云味的精神 然后呢再透过呢红秀柱这个管道 去想办法让北京了解 然后我们就才能够发现说呢 为什么红秀柱这件动作很多 因为呢江启臣深陷最大风暴是当年的换柱嘛 如果今天红秀柱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打击张亚中本票的事情 第二个告诉大家说呢 当年换柱啊并不是朱立伦的错 试图干嘛呢 想要把刚才于北城江启说的 那个三分之一深蓝 或者极端部分呢 透过红秀柱的影响力 能够拉一点回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啊 现阶段民调战舆论战 基本上都在僵持之中 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多人都很怕 张亚中当选 因为你看连赵浩康昨天都隔空喊 朱立伦加油 可是他后来又改口了 这个是最聪明的 什么意思呢 赵浩康这样的舆论操作啊 是什么呢 等聚交往代价而沽 电高自己 就这么简单通过议题 我有帮朱立伦加油 我也有跟江启臣同框 所以呢 我好像很中立哦 其实他是在暗示 晃哥跟在场各位 我们这种懂政治人 是什么意思呢 决定这场选举 还一个关键因素啊 什么因素啊 哥哥我赵绍康 所以呢 现在他做这样的动作 好像变折面 哎呀我不介入啊 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比如开票前一天 他只要出来说一说 我赵绍康 挺 我跟他同框过的人 而且最后 我喊加油 那个是我支持的 哇 那他会得到什么好处 他会得到好处是呢 将来哪个主席啊 基本上就要看他的脸色 因为呢 外界的观感 就会认为说呢 决定主席选举的关键因素 并不是在于北京了 而是在我赵绍康的战斗篮 这有什么好处 议价嘛 比如说提名权嘛 或是党务主管嘛 我的战斗篮里面 应该要几席 副秘书长 中常委 或者是呢 这个呢 文传会的主委 大陆事务部的主任等等 所以赵绍康才是最聪明的人 为什么呢 火中取栗 而且呢 从中呢 让政治价值跟政治利益最大化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几年张亚松还是会观望哦 但风向有点变了 他在下好旅首 因为现阶段是乱集团嘛 朱立伦有比较稳吗 张亚松温掉的吗 不知道 但情势快要明朗的时候 他再来呼群保义 登高一呼 战斗篮 基本上才是国民党的中流砥柱 这个中流不是张亚中 是呢 赵绍康 不过我提醒国民党四位候选人 去年总统大选前一天晚上 韩国瑜是在凯道办赵氏活动嘛 那赵绍康也去站台了 那最后韩国瑜有没有当选 当然没有嘛 所以候选人还是最重要 谁站台其实 有时候只是就是帮衬一下而已啦 不过呢这一次的选举 刚刚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进传媒 有报道说要填考卷 所以我请教一下志豪 中国国民党选党主席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 有那么多角色可以演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 有特别说了 这一次国民党主席的选举 那么要出考卷的 就是中国嘛 那国民党他之所以 会衰败如此 那么不被台湾人民信任 就是他每次答题 那么他所最尊重的路线 他们所要仰赖的 就是中共为他出考卷 那里面的考题 不外乎就是老题目 什么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等等 那他们很重视 就是中国出了考卷的考题 但是台湾人民 帮他们出了考卷 他们从来不答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中国国民党选党主席 到现在为止 那么多人不关心的原因 之所在 因为台湾大部分人 已经不信任你了 更何况是年轻人 这边有一个报道 是说朱立伦 他答这个两岸的答案卷 他先交到中国去 那这个中国还要同意 他的这个答案卷 填得好不好 那中国这边传出来是说 对于朱立伦 答的题目来说 他勉强可以接受 勉强同意 那所以这个报道 我们先姑且不论 他是不是属实 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 国民党主席 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的所谓的两岸的路线主张 特别是朱立伦 他提出了什么 清美河中路线 我们通篇看出来 根本就走河中嘛 哪来清美 所谓的清美是现在 台湾人民所期待看到的是 目前世界局势怎么走 印太战略嘛 那台湾人民所要看到的是说 你是不是可以配合 目前的蔡英文总统 还有整个国际的局势是怎么走 那你在国民党主席辩论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 要切合实施一下 但是很可惜啊 难怪连侯友余都不看你 国民党主席辩论 因为老马辩护出新把戏嘛 就是你通篇来说 到现在为止 他们就是在取得黄复兴党部 最后一个关卡 谁取得黄复兴党部 谁就能当选国民党党主席 所以整个国民党已经含话了 如果我们以公司治理来看这个政党的话 这个政党不论是谁 来当党主席 很显然已经 已经无法把这个老机器 再迈开步伐了 因为公司治理很简单 就是你这个公司的目标导向 你过去有没有培养人才 你的人才到底有没有 一直不断的交替 一直不断的训练新的人才 显然是没有 那江启臣很可惜 江启臣已经被订锚了 你当时候你提出九二共识 历史描述 你喊了震天驾响 结果呢 被八大老五大公打脸 打脸完 很抱歉 江启臣你已经失败了 那再来呢 你又臣服于马英九 相关的言论 然后去拜马英九的路线 那之后又被韩国瑜骑上去 这个讲很难怪 就是这样嘛 就是你江启臣的任内 你很清楚就是 八大老五大公 你也无法把他们 你年轻的这个主席 起来没辙 后来又被韩国瑜骑了 那就整个完全韩话 所以江启臣已经盖牌了 那这次也难怪啦 所有的韩粉 就是寄希望于张亚中嘛 所以黄复兴党部 是最后的关键 那朱立伦呢 朱立伦现在就是 刚刚余骚老师有说嘛 朱立伦就等等看 赵少康的党中之党 他的战斗兰 他全国走透透 比较有战力的 一些年轻的从政的同志 都在战斗兰里面了啦 所以朱立伦就算当选 他也要听赵少康的 安排党务主管吧 虽然现在有人不爽朱立伦退了 但是如果我赵少康听你朱立伦 入主党主席之后 你党务主管要出来 听我赵少康的意见 分一些党务主管出来 那另外呢 你明年的提名权 现实运营的提名权 听我赵少康的 所以现在很清楚啦 就是最后的决定权 黄复兴党部之外 还有赵少康 所以现在谁抢到赵少康 那再来呢 赵少康也要看你 是哪一个人 你对中国舔的考卷 是我赵少康满意的 所以这个讲到头来 就是赵少康嘛 那国民党已经衰败至此 党中之党 不论未来谁当选党主席 后面所操作的人 就是赵少康而已 所以国民党啊 很多的年轻的从政同志 那些党员等等 都已经提前的出走了 出走去哪里 全部集结在赵少康 麾下啦 国民党局势已经很清楚了 所以只能坦然为之啦 那侯友宜跟卢秀燕 这种诸侯哦 到最后会不会表态 我们是打个问号 因为我在咨询侯友宜时候 我就问他嘛 你有没有看辩论 侯友宜说 没有啦 我没看啦 那他显然就是 这所有人当中的一个 莫不关心 国民党的是跟我侯友宜 也无关 所以啊 国民党要真的正衰起弊啊 那就只能靠赵少康 好 我们现场做个民调 现在前两名是朱立伦 跟张亚中嘛 对不对 你们觉得中国比较支持谁 虞少 当然是张亚中嘛 虞将军呢 张亚中 张亚中 冻算 而且我觉得啊 那个习近平支持张亚中的话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因为变成国民党会是 就是由张亚中这一个红统的人 来当主席 他在国际上面 习近平在国际上面 就可以来说 你看台湾 你看不要讲说台湾 什么追求民主 台湾最大反对党 他不管 不管因为现在国民党 还是至少三十几席 台湾的最大反对党选出来 是一个支持我统一 支持习近平统一的一个政党 所以这个在国际上面老实讲 他是会影响视听的 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 习近平会支持张亚中的 一个主要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天 赵和康他们突然间 好像一觉醒来 惊醒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这个大势已去 因为你看到整个国民党的 党员结构是这个样子